我們看到這題目 說f of x除以x-2的餘式為-2 f of x除以x加3的餘式為-7 求f of x除以x平方加x-6所得的餘式 那首先這x平方加x-6 可以做這樣分解 這1呢是1乘以1 這6呢是2乘以3 那因為這裡要正1 所以呢我們把負號給2 這樣得到3加上-2是等於正1 因此呢x平方加x-6 可以分解成這是x-2乘以x加3 那麼我們假設這f of x 它去除以x-2乘以x加3 所得上-4我們假設是q of x 那麼假設這所得的餘式為ax加b 因為除4是2次4 所以呢我們可以假設這餘式呢是一次4 這時候我們根據f of x除以x-2 所得的餘式為-2 那麼根據餘式定理x以2代入 那麼得到這f of 2 這是要等於-2 那麼x以2代入 我們得到這一項為0 那麼這裡呢就是2a加b 好 那麼這要等於-2 我們假設這是第一式 f of x除以x加3 所得的餘式為-7 所以根據餘式定理 我們x以-3代入 那麼得到這餘式是等於-7 好 那麼x以-3代入 使得這項為0 那麼我們得到 這是-3a 然後加b 這是等於-7 好 我們假設這是第二式 這時候呢我們用第一式 減掉第二式 好 那麼得到 這是2a減掉-3a 是2a加3a 所以呢這是5a 好 那麼相減呢這b消掉 那麼等於 這是-2減掉-7 是-2加7 所以呢這是等於5 因此呢我們算出 這a是等於1 那麼a等於1 我們代入第一式裡面 那麼得到 這是2加b 這是等於-2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b是等於-4 這個答案 是1-3 因此呢 fx除以x0 加x-6 所得的余式為 ax加b 也就是x 加-4 就是-4 這個答案 1-3 1-5 1-4 2-5